休息过后第二届比赛开始了 第一届比赛我们落后的有点厉害 对 也是因为对方的一个双腕员 上海队这一届轮到上海队的双腕员上 看一下这个是罗子是马拉斯兰线6 对 上海队这一届还是要注意自己的防守 对 第一届比赛我们十分有点多 对方的分太少 对 对 对方出现了十次成功的防守 各有五次的失误 因为这一节比赛对方的大 大外人不在场上 可以还是你看打得非常的聪明 从刘伟从刘伟从斯科拉这一点发起是对的 但是这一次传球的失误让对方直接打了一个很轻松的反击 球平现在对场上情况不满意 落后都没关系 但是在场上对应所表现出的这种懈怠是个问题 对 弗雷戴特 超高难度的投篮 先别着急 还好这个球没投中 这个球都恨不得真的叫叫弹庭了 觉得慢慢来 因为毕竟稍外人 场上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 斯科拉要一个中都没了 出了就偏了 好球运气还不错 各位 今天上海队的进攻感觉真的有一些太差了 是 放到平时可能都是稳稳的投篮 球平叫三天了 这么打的话 我们给自己挖的坑有点大 对 从别的地方说 我们实力是在对方之上 这个肯定是毋庸置疑的 而你这么玩的话 从比赛的过程来看可能会比较好玩 但是每一个球队会这么干 现在需要的是进攻的成功率 就像李赵说的 这一节非常的重要 当然 对方稍外延第一节拉开了这么大一个优势 你如果不通过这一节 把这个分给填上去的话 你到了第三节又是双方言对双方言对情况 因为作为天津队这样的一支 我们称他为弱队 其实整个进攻和防守的能力 其实是比较一般的 对 反正就是说 从我们还是这句话 这场比赛 现在谈胜负肯定是为时尚早 但是对于球队来说的话 任何一个教练和团队 其实不太喜欢这么一个 就是怎么说 这个起伏这么大 这个对球队其实不是什么一件好事 这个球有点意思 大家看这个真的是 Skola这老大爷篮球打得不过 但他的节奏的变换让你很难受 你看你看下来你上手 那我就投来 主要我觉得上海队的这样的一个落后 还是建立在自己的进攻手感比较差的环节上 进攻手感比较差 防守你又防不住 那你这烟友不这么失分的这种可能性 对 全场的一个领防 消耗一下对方的进攻时间 给到罗切斯特 首先要一个掩护 这球传得好 就这样的一支天斤腿 其实他的进攻和防守能力 真的是比较一般的 对 无位的失误也是比较多一些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教练 我相信对整个球队的这种改造 是有这个想法的 弗雷戴特完全能空位三分 哇这样的球对弗雷戴特来说 没有能够投中不太应该啊 不过之前呢 就在这个球场弗雷戴特也有个全场打铁的这样的 对 上一场其实就是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打二加一的机会 没有能够打救 这二要去下坏一些 好球啊 好球啊 好球两周是13分的一个差距 嗯 使得帅使得帅这个赛季发挥也是非常的出色 对 刚才在第一节打的也还不错 对一个场军两双的一个对面 嗯 嗯 再守一个阻力 翻球 翻问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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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是我们今年提到的 嗯 这一下是吧 明显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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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两半人之间的哎呦 这个球哎还运气不错 然后再来有了 好球 哎呦真的吓人 这个球钻在了张老旭这边啊 十一分 看这一段对方的进攻 你呀 又来了啊 就怕什么来什么 嗯 石头帅这刚才我们也特别提到 对 这个赛季天津队的一大发现 刘维想造一个犯规 哎 但是天津队两个人自己抢篮板 是出现了失误 抢一块去了啊 给他上海的一个进攻的球权 是 哎呀 好球 可以的 就是打内线 不断的冲击你的内线 对 其实现在张兆旭在内线的身高 大家可以看到从刚才这个球 非常的明显 对方是根本摸不到 除了用犯规的办 罗杰斯特 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 哇 这个球打的稍稍有点莫名其妙 对 你看这有没有好的说呢 老先生今天就比较兴奋 对 这球有点想多了 对 张兆旭面前想这么轻松的完成 就是 进攻 给刘维 好球 漂亮 啊 这个球非常漂亮 打停了天津队 嗯 回到各位说 9分的一个超级 是 这一段上海队明显的是加强了这个攻防转换的速度 对 在一些细节方面呢 抓的还是不错 因为你毕竟也只有一节的时间去去填这样的一个坑 对 那你如果不加快速度的情况下 很难吹的会来 对的确 因为这个分差并不是很小 一个稍微水分 分差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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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比賽打到現在 對方只要上場的球員都能得分 這就說明我們這防守是有點問題 這一節對於上野地的要求真的是非常高的 既要做好防守 要在進攻的時候能夠貫徹到教練的意圖 在內線去給對方去造成殺傷 剛才這一段做的還不錯 但是畢竟時間看一看 籃球都不像足球 你可以把球球控在自己的腳下 好的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 反擊來了 看一看 秦莫怎麼處理 這球傳的危險 這球是吹了對方的犯規了 這球對真的是傳的挺危險 對因為畢竟羅旭東身高不高 這球傳的好高 這球是照著這個 張兆旭的這聲高是傳的 這球是照著這個 張兆旭的這聲高是傳的 好球 漂亮 哇這個關鍵是對方根本沒有想到 假傳真的 對正好斯特拉發現 正好有一條通道 對 這個就是經驗的問題 這是經驗的問題 這段大家可以看到 羅切斯特 打了一個6比0 但是羅切斯特用三分球 止住了上海隊在繼續還要掌分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 好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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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漂亮 拖進去7分的分差 這邊肯定隊要換內線 這一個長籃板 正好是彈到了史特帥的手上 對 再上找羅切斯特 還是都在掛外線 好球 漂亮 羅因東這防守好 非常好 直接從羅切斯特的手上把這球斷了下來 早早已經提前做了預判 過來之後馬上就來掏過來 克拉認為這個球我已經出手了 對方換上阿爾德利奇了 對 這阿爾德利奇上來之後 其實他在第一截單打 張兆旭的情況下也沒有什麼太大優勢 是 天璣隊犯規次數也到了 嗯 那夏爾隊其實可以通過突破去 造成更多的殺傷 對 好球 非常非常的穩定 5分的一個差距 對 斯特拉是覺得對方有一個假摔 嗯 哦 這個 這個一噴就倒啊 裁判也是過來警告一下這個 上一隊的球員 嗯 哇難度超高的投籃 嗯 阿爾德利奇造成了董漢林的犯規 嗯 也是這兩分鐘可能讓張兆旭稍微休息一下 會讓董漢林來防一下阿爾德利奇看一下效果怎麼樣 嗯 阿爾德利奇的優勢就是他的臂展 嗯 他的臂展非常的優秀 非常的長 嗯 嗯 打球第一發不中 兩發都不中 嗯 場下歇得有點歇過頭了 嗯 5分的分差 然後董漢林 再給斯克拉 哦 非常漂亮 斯克拉這兩場比這幾場比賽的狀態真的非常的不錯 嗯 我覺得他今年其實這個到上海一直都挺好的是吧 最開場開始的那幾場比賽狀態的確一般 哇 石頭帥回來還一個2加1 這個厲害啊 石頭帥是今天的天津隊陣中 我算是為數不多的亮點球員啊 打得很乾脆 今天呢我們之所以大比分落後啊 實則我真不是對方發揮的多好 而是我們發揮的不好 對 這才是主要原因 當現在我們回到正常軌道當中 現在的比賽節奏就正常了啊 雖然天津隊還是領先著 因為我們之前這個窟窿挖的有點大 石頭帥呢已經11分了已經 四分的一個分鐘 嗯 哎呦 2加1 好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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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這個輾轉騰挪真的是非常好啊 嗯 對 對 這個賽季的確在出手的選擇上 非常的冷靜 嗯 挺不容易的 去年其實是個體籃球的這個極致啊 對 今年這個搖身一變 嗯 武器庫的東西還是多 加快並中了 分差已經是縮小到了2分 嗯 好球 哦 哎呀 這部分運氣不好 已經是成功的一次防守 對 但是 球是彈了比較的詭異啊 場邊 天津隊又是請求暫停 泳達汽車 您身邊的汽車服務專家 詳詢96818 天津隊這邊是這個暫停 還是叫的挺是時候 一方面呢 也是緩解一下這個現在場上 上海隊給他們帶來的壓力 同時呢 也是把這一節的最後的時間 也能做好 能儘量的把這個分差能咬得住 對他們來說 擋現在是擋不住 因為從今天的來看的話 上海隊武器庫的東西 的確變成功能 那這第二節 到目前為止已經是 就是馬上要把第一節這坑 填平了 而且還有還有的時間 對 有可能我們還會很猜 因為阿爾德里奇的得分爆炸力 不如羅切斯特萊這麼的強 是 聽說別忘了弗里戴特 是 這場比賽 我們十二次 我們實在想不出 對方能贏我們的理由 除了我們自己是我們自己 所以這點我們只要 如果能發揮正常的話 這場比賽 從結果來看的話 是沒有問題 只是 看一看這個過程 到底是什麼樣子 那這個賽季有好幾支隊伍 包括廣州 天津 都是很喜歡用雙外延 去打第一節 對 包括山西上一場 前幾輪上一隊 在客場面對山西 山西也是用了一個雙外延 是 兩分那個差距 哎呦 哎呦 這可真是弄你的 這 是 三一 今天呢天津對這點 我覺得做得很好 很敢打 對 嗯 畢竟天津這個姿態也擺得比較正 我覺得這個 以落打牆嘛 你如果這個時候再放不開的話 就什麼時候放得開 看去 哎呀呀 直接翻規 對 腳上 翻規上發球線 因為這個 天津對的 翻規次數已經到了 對 看一下董哈林的發球 動力 一直不是非常的高 是 這是一個必須要動起來才能打進的出力 對 定點跳投的話 不是他的強項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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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球 癲了進去 對 癲了 而且非常的鬼 就是一個往前的一個 對 這個 女性 一般如果是出手的話 經過手指 他這個 皮球其實是一個 向後的 這麼一個 軌跡 這真是扔前球 四分啊 看看還有四分多中 沒問題 這個球沒問題 實在是想騙一個犯規 對 對 哎 沒噴 對 前場球 直接 直接這個 這個大火鍋真是多吃半年了 好球 好球 對 兩個分的分差 兩個分的分差 這個球 張道奇的大帽真的是漂亮 啊 直接定在了手上 都沒出 走步 張道奇這球聰明 這兩次防守真的是經典 第一次是 對方的一個轉身勾手 直接定在手上 對 這球吹個走步其實都行 是 然後這個球是直接讓了一步 造成了二德里奇的這個重心步 對 沒錯 好球 好球 樓西東這球非常的感傳 這樣的話已經是把第一節的坑給填滿了 填平了 填平了 填滿了也對 填滿了也對 對方現在里外都不是 里面現在和這個阿爾德里奇 你說這球給到他就船也出不來了 外線打不進去 這個時候看看換人了 地方發中 兩回兩周 那些可以給斯克拉低位單打 哎呦 這個球可以這麼打 手有點軟了 對 對方想下快攻但沒打成 上線掩護 嗯 史特帥中投投中 哇史特帥這個賽季你別說 嗯 呃在一些機會球的把握上做了還是相當不錯的 對 嗯這今天TN隊別說了真全靠他了 對 哎呦我們這波防守沒打成了 這兩個波進攻都是沒有能夠打中 嗯 小打大拉開 時間 嗯 哇這球打得非常的飄逸 完全是腳步 體能方面的確斯克拉腳步是跟不住對方的 跟他拉開到了6分 對 嗯 哦呦好大 好大張道是有身高的優勢 這是內線的優勢開始凸顯出來了啊 正好在弱側呢是拿到了球 張兆旭是兩個蓋帽6個籃板 哇這球也能進 這個今天是 出手的弧度非常好啊 進步 漂亮 三分來了 開始了啊 抓回了三分 這個出手是相當的果断啊 過來之後馬上直接一個跳投 乾拔的一個投籃 對 哇給到羅借斯特太大的空位了 好在這一次沒有能夠投中啊 對 阻擋 進步直接上發油線 嗯 找找去今天呢 這個幾個大火鍋哈 兩個火鍋 六個蓋帽 啊不 六個籃板球啊 這個還是非常的漂亮 內線的作用非常的大 而且還有12分的進章 一塊發動 嗯 嗯 兩塊兩中 一分的一個分差 直末16分 哇羅借斯特直接要一個三分不中 嗯 嗯 吼吹了斯科拉的反規嗎 這就看著好像是對方球員的反規動作會相當大的一次 是 不過好在上來對反規其實還沒有到 對 哦 吹了斯科拉有一個 對 扛著的一個下壓的動作啊 所以我們特別提到 今年呢 這個裁判對於無球隊員的這個手部動作 細節抓得非常嚴格 像以往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好球 來看一看 嗯 打好最後這次進攻 不著急 有 完全的空位 蘆葵三分 哎呦 不中 嗯 空當是已經有到了 但是你這個打不進呢 也沒辦法 對 作為一個投手來說 這樣大的空當其實已經夠大了 對 這樣的話 上半場的最後一公開 下壓力能不能夠防住 嗯 看得大 這次的三分不中 有有有有有 啊 這樣的話上海隊 一分落後於天津的 是 整個第二局打得還是相當的不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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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